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花蓮七點二強震 重創臺灣後花園特別報導 我是秦林謙 這個小時我們要先帶您來關注 就是零四零三的那一天 早上的七點五十八分 那麼在花蓮呢 發生了瑞士規模七點二的強震 這也是繼九二一大地震之後 二十五年來最強的震度 當然也造成了不少災情 其實已經過了一個月了 因為每天其次都還是有餘震發生 零四二三甚至又再度震倒了兩棟大樓 而且常常會聽到專家示警說 就怕還會有百年週期的強震 事實上全臺的老屋眾多 以臺北市來說 超過三十年的房子呢 更是有百分之三十七以上 國家地震中心就表示了 那麼這樣子這些震力不佳的老屋 一旦發生六點三以上的地震 恐怕會有多達四千棟房屋 有倒塌危機 不得不重視這個問題 歷經一個月 時時刻刻都有餘震 次數來到了破千次 強震後的凱格園中途之家 再次踏入都得小心翼翼 你看這些懸掛的都是我們地震 因為它導致的損壞 辦公室 儲藏室用面目全非來形容 真的不為過 整棟樓加了十根的那個強化 然後也幫我們在所有的剛構的地方 螺絲跟螺絲的地方強化 每一個都整棟樓都拆開來強化 還好二零一八年那一次的二零六 建築物內部有做過補強 否則再歷經這回恐怕整棟樓早被以為平定 因為四月三號七點五十八分 監視器錄下了驚悚瞬間 光聽這聲音 驚嚇指數破表 今秒鐘的時間 不僅鏡頭被甩離原本位置 天花板全被震落 當時好幾名學員都在睡夢中被震醒 幸好只有輕傷經過簡單治療 傷口慢慢恢復 這裡要重建 主任預估可能至少要一年 工程師打包票 最快兩到三個月就可以復原 我們現在就位在已經被貼上 黃色危險建築標誌的中途之家宿舍裡頭 儘管他們在五年前遇上地震的時候 已經做過了結構補強 但還是抵擋不住這一次403的大地震 可以看到不僅天花板 整個全部掉了下來 衣櫥床板也全都亂七八糟的 甚至我們現在在二樓的地面 已經傾斜變形 地款我覺得有點斜斜的 現在站在我們站在這邊 其實是有感受到 所以最後我們可能要再看 整棟樓的結構 有沒有整個毀損 確實是 沒錯 對嘛 不是我感受 是 是 那天建築師也來 他有沒有跟我說 你們的這邊地板 已經稍微有傾斜 不是我的錯覺 才剛剛站過去 就發現地板歪一邊 地震的威力真的不能小觸 趕緊在其他單位的幫助下 已經找到了臨時安置孩子們的處所 現在就等建物修復後 再回到原本的中途之家 但他們可以再回去 有些住戶的家卻再也無法回去了 在我背後這塊空地 就是花蓮天王新大樓的所在地 歷經了15天的拆除作業 已經移為一塊平地 原住戶多達75戶 他們之前只能站住在安置所 但是時間一到還是得要搬出去 有些人站住在朋友家慢慢想辦法 慢慢找租屋處 只是大家都想要在這裡再蓋回原本的家 又是一段慢慢搶路 本來差一點就要買下天王新房子的租屋客 陳秀英 家當全沒了 儘管找到租屋處 只是現在缺少的東西 全靠愛心團體提供 儘管地震過了那麼多天 心情依舊難以平復 幾乎沒有好好的坐下來吃頓飯 地震的陰影 在不少人的心中都留下傷痕 而且餘震持續發生中 更有越來越多人家 承受不住這樣一直搖一直搖 423再度垮了兩棟 其中統帥大樓原本就貼上了 紅丹危險建築 但都市更新計畫恐怕不只是在 都會區要做 全台各縣市都要體檢 截至4月24號 確認為紅丹的有75件 黃丹150件 還陸續增加 貼了丹就得進行結構補強 但有些受損太過嚴重 內政部也祭出 補強補助將提高到1500萬 不超過總經費百分之85 而近來有不少地震專家都在強調 會有百年周期地震要注意 台灣還有哪些斷層會有風險 再加上台北都會區的地底下 更有五條斷層直接貫穿 青莊斷層 橙子鳥斷層 還有砍角斷層 當初這些都是壓縮的 那這些斷層 隨著我們的濱力環境 從壓縮轉為伸張 它其實是已經變成老的斷層 它目前來講 看起來是已經沒有在活動了 所以我們對它不用那麼擔心 的確是五條斷層 似乎是橫貫了台北本地 但實際上沒有那麼驚悚 唯一只有一條三角斷層 但是它即使是唯一的 它的 畢竟它就是靠近 我們的最 台灣最密集的都會區 也是經濟跟政治的中心 所以萬一了 然後產生活動的話 大家都可以預想得到 傷害性會很大 透過探刊直接深入地層 鑽探資料立刻可以看出 碳的年份 進而分析 斷層到底是老的還是年輕的 引發地震需要能量的累積 但這能量的累積並不是會固定在同一個 點 而是會轉移 因為台灣就在環太平洋地震帶上 地底下的能量緩緩相扣 這裡會累積 別的地方就會消耗 只是專家們提到百年周期海溝型地震 真的開始倒數計時了嗎 地震難以預測 但還是希望可以找到規律性 因此中山大地震 會不會有海溝型大地震 一定不會 對 所以你如果問我的話 很多事情是超過我們想像 但是你如果就統計來講 一百年就一次海溝型大地震 這可能性比較不高 對 100年一次海溝型大地震 跟百年內會不會有海溝型大地震 這兩件事情是不一樣的 地震難以預測 但還是希望可以找到規律性 因此中山大學也火速集結了跨領域團隊 前往花蓮外海進行水下探勘 果然正後海底出現大規模的海底洋城 趁著這回取回樣本 盼望著有機會揭開海底地震的關鍵記錄 而且霧卓城也可能會影響海洋生態 都有助於未來進一步的研究 不管專家怎麼示警 學者也做了各式研究 地震還是會發生 民眾自己能做的防震準備有限 但政府應該要做好長期規劃 而非總是聽聽由命 這月畢業新聞正盛為歇輪花蓮採訪報導 強正重創花蓮市區多處的樓房 傾斜倒塌 向天王新大樓就造成了一死四傷 倒塌大樓都必須面臨拆除的運運 而截至4月24號全台房屋 勘察總數有2071件 經過專業人員仔細的勘察受損情況 確認紅丹的有75件 而黃丹的則是150件 其中六年前 0206大地震花蓮倒塌的統帥飯店 距離天王新其實只有400公尺而已 而這些建築其實他們都是位在米倫斷層上 而且幾乎都是在921地震前就蓋好的 對於這些住在潛市區的住戶或屋主而言 地震就像是噩夢 沒有人知道自己的安身立命之處 下一秒會不會變成圍樓或倒塌 瞬間是那種無依無靠的感覺 其實心都碎了 我第一次救出來的 嚇得我手跟腳都一直發抖 我一直發抖 這次倒塌的天王新大樓 在2018年0206地震中 只有外牆磁磚剝落 當時被貼上黃丹 住戶沒過多久就返回居住 我們在當下並沒有覺得這個大樓有什麼樣的危險 我們甚至沒有想過我們的大樓會倒 因為我們停過了921 我們也停過了0206 也停過後來的那個大地震 也沒有感覺到這樣的問題 然後0403地震中天王新大樓說倒就倒 讓人措手不及 一下子地就全部滑下去了 那時候我在家裡 我想倒出來沒辦法 沒打開 我就在窗戶店招手 我說來救命啊救命啊 位於民族裡的天王新大樓 以986年完工 共10層樓高 0403地震傾倒 造成一人死亡 四人受傷 這不是民族裡第一次因為地震發生樓倒 6年前 0206地震倒塌的統帥飯店 距離天王新只有400公尺 這邊是我們0206的時候倒塌的統帥飯店 腳底下踩著的就是米倫斷層刑警之處 里長帶我們來到另一處 紅單圍樓 想到我那邊拍紅單 然後趕快拍 然後趕快跑 我超怕的 遠遠看整棟橘色樓房 向右傾斜 走近看場景更是觸目驚心 0206大地震統帥飯店倒塌 還有這一次0403的天王新大樓 都位在民族裡 民族裡這裡剛好就是米倫斷層 我們現在所處在的民宅 可以看到已經被貼上了紅單 外牆剝落紅磚裸露出來 磚瓦四散一地 鋼筋嚴重的變形 門框也錯位了 如果再來一次大地震 恐怕整棟樓都會倒塌 這棟民宅難逃砍掉重建命運 前後兩次大地震樓倒 共同的先天條件是因為都在米倫斷層上 但後天因素恐怕才是致命關鍵 他們的系統上 就是說他們結構系統上的一個不完成 他們有比較弱層的現象 上下樓層的剛度 進度差異性太大 也就是說一樓都作為店面使用 二樓以上可能就作為住宅使用 上面的住宅就是牆壁的數量比較多 一樓幾乎是開放空間 或者是用玻璃合間 所以這兩個上下的進度差異性很大 容易就是說在上面的地震力跟下面的地震力 可以抵抗地震力的能量差太多 就變成軟腳的一個結構 有點像頭重腳 對對對 統計致災後兩週 華蓮縣通報的受損建物有466件 其中黃單57件共1137戶 紅單54件802戶 當然有可能這個數字還會再持續增加一些 不過我們大概判斷差不多的評估案件 就越來越少 可能就差不多接近這個數字了 被貼黃單的建築物補償修繕 經過計時鑑定 結構安全無餘 能解除列管 有立即危險的圍樓 已規定在第一時間拆除 但沒有立即危險的該何去何從 這次受到矚目的北冰街6號名宅 已經進行拆除了 距離北冰街6號 幾不知要的北冰街2號 也已經被貼上紅單 圖目計師建議住戶要立即同意拆除 住戶告訴我們 如果不是之前補牆的鋼梁支撐 現在這棟樓也會像天王新大樓一樣軟腳倒塌 這個外牆它的上面的地方已經錯位了 然後再來就是因為我們這個以前有補牆過 剛剛的祭司說法是說如果沒有這一根的話 那這個房子很有可能就往前會傾倒 因為這個柱子太細又挑高 那原本我們這邊的那個強度本來就不是很夠 那包含上面其實有些你肉眼可能不太容易看到 已經彎曲了 那裡面有很多牆其實那個鋼筋已經爆開 或是樓層斷裂 2018年的0206地震 北冰街2號1樓就出現強體斷裂 這次地震後從住戶提供的內部影像來看 已經無法讓人安心入住 0206以後你會感覺上下是分離的在搖晃 上面在晃的時候是兩個這樣分開晃 這棟6層樓建築大約30戶 翻開實價登陸 最近一次的成交紀錄是在2023年12月 每坪單價11.6萬元 2023年1月三樓每坪單價在谷底的5.5萬元 房價如此低的原因 屋主們其實心裡有數 政府都有在催建築老舊建物的耐震的出品跟祥品 那只是說大家的所有選人都不願意去自負其斷 他們就不願意去把這件事情去做 做一個比較檯面上的處理 就常常到出事了才願意去面對 潛在為樓還有多少 一旦被貼上紅黃單 直接影響的是房地產掉價 還波及到商業利益 或許飯店業者他們有些自主意識 他們可能會願意 因為他們畢竟是營利單位 供公眾使用 他們會自己去自掏窯包 去做這件事情 但是集合住宅呢 你進行還有房價 對 那你如果你是知道的話 那我就 他們根本他也不敢住在那邊 就是因為大家都去必談 那大家就以為不談就沒事 等到事故發生後再檢討 不如防患於未然 但政府如何引導屋主們正式痛點 面對問題 兩種方式 一種其實是對於這些老舊結構物 而且它是並不安全 而且又在地震高潛勢的地方 政府如果能夠幫他有防震桌 防震衣櫃 至少家裡還有一塊地方 是他可以保障他的生命財產的安全 所謂的這個任性軍 我們是針對這些老舊結構物 現在政府在建議就是說 這些老舊的 他如果願意裝地震營 那國政中心可以幫你分析 監測你這個大樓 你可以承受五六次 不然你可以承受第七次 第八次 所以這裡面結構物的破壞 就某一地方可以幫你監測 這些一系列 你如果願意裝 消防也OK 如果地震疫情系統 那你這些都很齊全的話 政府應該鼓勵這些人 我給你任性結構物不要這樣 你也比較容易買賣 等於是政府對你一個認證 從政府到民間 勢必要做好 與地震共生共存的準備 在下次災害來臨前 把風險降到最低 TVBS新聞沉入環網 會與花蓮採訪報導 原本花蓮這個台灣的後花園 是國內外旅客的必訪景點 上是2023年 太魯閣國家公園的觀光人次 就達到了344萬人 但是0403 這麼今天一陣 把花蓮的觀光產業 一系都震垮了 四月份原本大家預估說 可以創造53億元的觀光產值 現在都沒了 花蓮成為重災區 不少人一聽到災區 這兩個字就會直接打消去玩的念頭 太魯閣國家公園的山區步道 滿目瘡移 只能暫時宣布 無限期的修緣 周邊的觀光業者連帶的也影響到了 包括市區 夜市或者是特產店 原本應該是完好的小木屋 被砸破了個大洞 這顆也是很有意思 它在彈跳式的 滾到這裡來就定住了 而且再撞下去這就麻煩了 而且從山上掉落的石塊 還不止它 這顆很可怕 很可怕 你看這顆 這個是我的部落房 就是大房間 裡面有單獨的衛浴 外面是公共衛浴 這公共衛浴 男的女的 你看 被砸爛這樣 然後這一間也有住人 還好 當初人正好出去吃早餐 地震後 過了十多天了 已經可以笑笑地跟我說 那是新鮮貨 這是老朋友 那這是什麼的水管 這我們的 這邊水管有得修了 從另外一邊接過來的水管 而泰魯閣國家公園 更無限期修緣 修復之路看不到時間表 位在周邊的山岳村 地震前這裡像是個世外桃源 隱身在山林裡 每個角落都有它獨特的故事 這邊本來有寫著 我們都是一家人 我們都是一家人 對不對 那為什麼晚上沒東西看 很暗 小朋友拿手電筒一照 那時候很流行電影 阿凡達 小朋友會覺得阿凡達 地震後全變了樣 眼看著合約也即將到齊 只能忍痛宣佈停業 員工依規定全部值錢 那其實當這個事情發生以後 自己還很樂觀 還好嘛 只砸了三洞嘛 而且這石頭嘛 就想辦法爆破 或者移植 或者做裝置藝術 就算是我趕著三個月 四個月 四個月好了以後呢 所有國家公園的步道 簡直就是滿目蒼夷啊 他們要休啊 起碼一兩年 那那個時候營業呢 也是會慘淡經營 因為沒有人敢進來啊 那國家公園也非常能夠了解 他說我解約也好 如果我繼續營業一下 他們壓力很大 我們一定要催他 趕快好 趕快好啊 有嚇到 可是 我覺得我還沒有離開這邊 所以我覺得還沒有結束 因為要這邊要處理完了 對 對 對 但是總會有就是 真的處理完 就到那一天再說啦 老闆說跟著他就對了 跟著他就對了是不是 因為我們有分四批之前 我是第一 最後一批的 所以我應該會跟老闆 到最好這樣子 本來大家都希望 中橫公路趕快修復 泰魯閣周邊的業者 就能夠趕緊再度重新營業 但光是要上山的這段路 真的觸目驚心 這天我們在半路上 遇到刷破工程 因為至今餘震不斷 上山的時候 就像是顆不定時炸彈 會砸下來 為了防止邊坡失穩的護坡 到一段落後 才能繼續往前開 柔藏寸斷的公路 要怎麼讓觀光客 安心來玩 就連山岳吊橋 橋頭被砸毀 何時能修復 暫時等不到答案 在112年太魯閣國家公園的觀光人潮來到344萬人次 整個花蓮縣更是創下紀錄來到了1698萬人次 可想而知他們所帶來的經濟效益有多驚人 但在地震之後 這個人潮是直線的往下掉 而且就連在山岳村 即便這棵巨大的石頭在地震當下沒有砸傷任何的旅客 但是呢村長也說了要叫旅客短時間內再住在這個巨石的旁邊 所以只要有一個很好的促銷 再一個就是縣政府觀光局配合幾個亮點 只有我們東部有的 比如說這邊很流行的我們清水斷崖的獨木州 然後再來泛州什麼樣奪標賽什麼賽跟別人比較不一樣的 我們的溯息 其實花蓮縮的花蓮是因為它平常的國際的報導很少 它不瞭解 它去了以後搞不好這是個機會 行銷花蓮 沒了人潮不僅屢宿業者感受最直接 還有他們 以我們以往的經驗 花蓮現在來的人 就連花蓮火車站前的國蓮一路 週末時應該是人車最多的時刻 空蕩蕩的完全沒了以往的生氣跟火力 雖然說它的期限比較長一點到三個月 可是那麼久的時間 因為現在整個觀光沒有復甦的情況下 然後我們的工廠沒有辦法正常的運作 然後我們的員工沒有辦法照顧到我們員工的生計 所以我們現在在沒有觀光客的情況下 我們其實把很多的產品委託在團購網上 做比較特價的拍賣 總不能看著產品賣不出去 除了尋找網路團購合作或是祭出優惠活動 只希望先把庫存至少消出去 面對陣後的影響內心五味雜陳 因為大家都想問誰敢來花蓮玩 我們花蓮縣民最大的訴求就是給我們一條安全回家的路 因為這樣子才能保證我們的觀光事業能夠長長久久 因為每次只要路一斷掉的時候 花蓮的所有的產業幾乎都是停擺的狀態 我們晚上來到了觀光客壁來的東大門夜市 可以看到這人潮真的少了許多 頂多就是在地客 因為大家看到了太魯閣的情況 基本上就直接打消了來花蓮玩的念頭 不少觀光業者就說他們的業績直接掉了九成 原本預估四月份會有五十三億的產值一夕蒸發 對比過往跟現在 假日平均一晚能湧進破萬人潮 現在熙熙落落 稍微有人出來做生意 不然你久了就沒有東大門 因為他們還要擺櫥窗 那個海鮮的部分 你有十二兩三天沒有賣掉的話 他就不新鮮就壞掉了 觀光署開始著手規劃五月到年底的振興方案 縣府也將拍攝行銷影片 告訴遊客太魯閣不是唯一選擇 出安心旅遊地圖和台北捷運合作設點 讓在地產品能走出去 但經歷疫情大家都挺過了 偏偏處於地震帶上 南逃連續強震 也把觀光業再度震入谷底 TVBS新聞正身為先輪花蓮採訪報導 我們繼續再來看地震過後 連通台灣東西部的中橫公路 持續地傳出土石崩落的消息 再加上接下來的大雨不斷 原本土石就鬆軟的中橫變道再度攤坊 而事實上921大地震之後 中橫谷關道德基路段封閉至今 本來估計是2037年也就是13年後 能夠重新恢復通車的 而TVBS採訪團隊 我們在0403地震後挺進中橫災區 一路上看到落石不斷 這條橫越了中央山漫公路 因為地質坡度的因素 一直都有安全疑慮 大片土石攤坊道路中斷 救難人員徒步越過停進災區 地震後還沒搶通前的中橫公路 面對一天數百次余震 舊象科不定時炸彈 空拍機畫面介錄者 0403地震當下 在民粹道內待救的民眾 指著後方說還有車輛受困 山谷峭壁上細碎落石往下 形成一條煙塵瀑布 中橫公路太魯閣峽谷 過去被用來當作馬拉松賽道 地震後第一時間到場的公路局人員 向在跑百米障礙賽 比快的對象是頭頂上方的落石 沒人能確定下一秒會不會被擊中 地震後兩周 採訪團隊重犯中橫 因為交通管制不容易進出 公路段要進去 太魯閣公路段人員帶我們進入 臺八線這次受損最嚴重的公路路段 剛剛聽到的不是下雨的聲音 而是下石頭雨的聲音 危機四伏公路段人員一邊開車一邊探頭往上看 沒有遮蔽的路段全神灌注加快油門 只有進入隧道才能稍微鬆一口氣 一路上壯闊的山川景致 苗無人煙 護欄斷裂 崩落土石 有如置身災難片場景 我們剛剛一路開進中橫公路 路面上還是有很多四散的大塊小塊落石 所以一路上心情是非常忐忑 雖然在地震過後 攤方的路段都已經搶通了 可是再發生一次地震或是下大雨 這邊還是充滿高度危險性 此地不宜久留 再往天翔方向開去 來到峽谷最精華爐斷 石頭掉下來會砸開 所以掉了 公路段人員千丁萬主 儘管人在隧道內 還是要小心再小心 我們現在來到的是九區洞 可以看到邊坡上的防落石架 已經被落石砸到殘破不堪 地震過後還有餘震 路面上隨速可見 像這樣子又重又大的石頭 貨車經過滿地碎石 向走天堂路 我們原車折返 以為已經成功趨吉避凶的時候 驚險瞬間 仿佛看到人生走馬燈 地震讓世界級美景變色 泰魯閣國家公園受到重創 大概是同人碰過 甚至我們在這服務 三四十年的同事 就碰過最大的一次 就是震災 中橫公路美景天成 但結構脆弱 安全性受到質疑 天災導致落石山崩 也被評為全球十大危險公路之一 台灣第一條橫貫中央山脈的公路 那開這條公路主要有幾個重要的目的 就當時的時代背景來講 第一個就是安置退伍的軍人 而且這條公路是有使用美元 那第二個部分其實就是能夠加強國防的需求 然後初期的時候它的道路的狀況比較不好 碰到颱風災害到 可能有一些損害碳盤這樣 所以開始把道路的強度把它建構起來 到了七十年代以後 台灣基地就慢慢在做起飛 在官方旅遊需求也比較高了一點 大概九十年代左右 保育的這些觀念就比較抬升了一點 貫穿中央山脈 中橫公路西邊起點是東勢 經過離山 大於零後一路爬高 嚴厲無息通往太魯閣 主線全長近一百八十八公里 在九二一大地震中 毀損嚴重 中橫公路連通台灣的東部和西部 不管是對交通還是經濟發展 都是一條很重要的道路 隨著公路的開發 也發生一些安全的問題 像是九二一大地震過後 古關道德基的路段就封閉了超過二十年 行政院通過附件可行性評估 將砸206億元平2037年全面同轍 中橫從東邊到西邊 它其實跨過了不同的地基區域 那以中橫的西部為例 基本上是從沉浸岩區 過渡到所謂的百年區 在二十五年前其實地震的時候 其實受創最嚴重的地方 是在開始進入到 變質年代這些百年區裡面 受到非常勃略的造山運動影響 台灣的山脈裡面 第一個是它的破度非常非常大 而且它高差很大 其實所有山區的道路面臨的風險 都是一樣的 重建這些道路或是這個道路的維持 它一定是需要花很多的時間跟心理 對區域來講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光資產 所以它的價值不只是存在於 所謂交通運輸的價值 它另外很大價值是這邊的觀光產業 將而台灣天災多 復健 整修 颱風 地震 無限輪迴 外力介入導致生態破壞 中橫公路的經濟效益引來質疑聲浪 台灣就是一個年輕的地址 它一直都還不是一個 還不是很一定 然後又出了一個地震擋 因為它地址脆弱 一直的重建 復舊 然後它就一直的崩塌 這樣子那個錢其實就是等於 換成一個無底洞的投入 921之後 其實地震停了很久之後 其實那邊的那個 這個生態的狀況變得非常的好 那現在要重新開路 海拔高 侵蝕 風化嚴重 先天條件險惡 人為力量 雨天真地 就怕再受大自然反撲 中橫特定路段的存費很兩難 這個是一個非常長久的爭議的議題 老百姓畢竟只可能 只會針對自己的便利性來做考量 可是對於整體國的觀量 政府應該更仰賴 將專家的評估 因為921地震這麼大的震度之下 你看那個九九峰 或者整個中橫山崩 然後整個位移 大概還是會一再一再的發生 穿越中央山脈的路 都是地質上非常困難 超級困難的工程 有可能把它弄得超級安全 但是相對上來講 價格會高到 你會開始懷疑 這樣做是對還是不對 這不只是說現代的工程 可以克服地質問題而已 如果說這個錢是 我們十年國家的GDP的時候 那你到底要不要做這件事情 政策要在不同利益團體間取得平衡 文有社會共識的附件方案難尋 中橫爭議像一根魚刺卡在臺灣的喉嚨上 TVB的新聞沉入環環會與臺北花蓮採訪報導 強振來襲最怕安身立命的房屋受損甚至可能傷及生命 尤其臺灣地震頻繁 因此老屋聚集的縣市也積極推動都市更新 以及危老重建 尤其以臺北市來說 貧窮物林達到37.6年 其中物林25年以上的住宅佔比更是高達了近八成 如何讓老屋挺過地震 要跟時間賽跑 梁柱鋼筋外露 結構扭曲變形 牆面支離破碎 家園面目全非 傻眼 這邊怎麼破了一個大洞 2024年4月3號早上7點58分 規模7點2強震 無預警襲來 老屋密集的雙北地區 最大震度侮弱 哪裡能承受 這一震如同照妖境 住戶才知道原來安身立命的家 無法保護家人 共同性的問題就是 一樓幾乎都是起樓 或者是一樓都是打通的電鋪在裡面 那因為說一樓幾乎都起樓嘛 所以它的這個耐震能力比較不足 我想說九二一地震之前設計新建的建築 它普遍有存在著幾個安全上的一個瑕疵 是哪幾個呢 第一個 早期的設計地震力比較不足 第二 早期就像我們講說板鋼筋 工人的施工品質的觀念 大家都認為說我鋼筋怎麼綁都不會倒 所以他覺得有些細節要求要做到的 以前工班都不願意做 九二一大地震是大自然給台灣人的震撼教育 從此內政部也針對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 進行全國性修改 比如說早期庫徑的話 都是用九十度的彎構 那目前九二一地震完之後呢 耐震彎構都變成一百三十度 對建築的耐震能力來講 才會有加強 所以早期建築包括四五十年建築 英國八十年包括七十年六十年的建築 基本來講耐震能力其實都不足 雖然老屋不等於為老 但一地比新房屋有更高的風險 在403強震後 政府推動為老重建 以及都市更新的步伐 也不得不加快 剛好是海災物第一案 他們比較特殊 台北市都市更新處同仁們 聚集在一起討論項目進度 地震發生之後 其實大家對於防災這件事情的意識有提高 那其實蔣市長其實也喊出了 大物耕的時代這個名稱 就是希望除了日常的一些都更的狀態之外 其實大家應該把所謂居安思維這個觀念 植入在我們的生活裡面 如果是為老重建 屋齡必須達到三十年 沒有電梯或是結構安全未達標準 要走都更 條件則是三十年以上合法建築物重建 或是建物達二十年就可以選擇整建或維護 但必須達到一定面積 如果在台北市位於更新地區 再加上屋齡是三十年以上沒有電梯沒有車位 再加上零一條計畫道路以上的話 那麼要啟動 都更機會就會比較大 不過根據內政部統計 截至二零二三年第四季 全國房屋稅及住宅的平均屋齡高達三十二年 如果只看二十五年以上住宅 佔比達到百分之六十九點一 進一步觀察六都及新竹縣市數據 以台北市平均屋齡三十七點六年最高 而且屋齡二十五年以上的住宅佔比 高達百分之七十九點二 尤其北部台北盆地 還有火山以及土壤異化等問題 那我們就摸您地震發生 我們可以看到說 這一棟建築它可能就 可能會就傾斜倒塌 所以我想說這就是說土壤異化 我們可以看到那個沙會往下沉水冒出來 那基礎的老舊建築當發生大地震 引發土壤異化的時候 它就會可能是傾斜到它 基礎房屋因為只是建立在表面 比較容易傾倒 但如果採用連續壁或是土壤改良 又或是建造基樁 都能有一定程度讓房屋更牢固 整個裂縫很大 塞了進去這些硬壁的時候 這些就真的要請祭司來做看醫院檢查 那祭司會幫你處理根報告 看你是要做補牆或者是說真的有 疑慮要貼紅黃丹的時候 這個祭司會再出報告給各位住戶 但房屋要成為紅黃丹 必須住戶主動申請 或是想進行補牆 則自行找專業的祭司來評估 紅丹是主要構造的一個損害 比如說梁柱 樓板 結構牆 這些有損害到嚴重的程度 必須把人員撤離 那就會被列為紅丹 那黃丹比較普遍的現象 大概它不是主要結構的破壞 而是可能是有一些傾倒物或是墜落物 怕去傷及到路人或其他民眾 所以我們要求在一定的範圍 應該有一個警戒線之類的 光是台北市403地震之後 民眾對於建物有疑慮的通報案件 多達一千八百多件 截至四月底勘查半數 只有兩件紅丹 十七件黃丹 由此可知 民眾對於房屋安全性的重視 更加謹慎 只是當要推動都更或為老重建 礙於地主同一比例 說到利益關係往往就卡關 那為什麼整合這麼多最困難 只有兩個重點的原因是 第一個是資訊的不對稱 那第一個問題是 民眾自己本身對都市更新條例 相關法令規定是非常多 他們自己其實不熟悉 當然政府現在也有一些 既定的公開的協調程序 那必要是也會用公權力的介入方式 來協助都更的順利推動 也有專家提出 一定屋齡以上的老屋必須全面強制健檢 而如果是嚴重微屋 則強制拆除進行都更 但這需要政府展現魄力 否則都更這條路一等可能就是幾十年 房屋的風險也同步加劇 這處位在台北市的公寓 屋齡超過五十年 屋主決定翻修增加使用年限 像它的牆壁 甚至還有不太直 然後以及一些規列的情況 那我們就是判斷它是不是有危險性 還是只是一般正常的規列 那以及它的廁所 還有它的廚房管線這些部分的話 我們就同步做一個修善 屋齡除了是一個整件依據之外 地震過後省市家中的每一個角落也格外重要 住址和梁如果有裂縫大於像錢幣可以塞進去的話 那可能就要注意的 那可能請專業人員或結構技師 建築師這邊來做一個確認 畢竟災害何時來強度又是如何 沒有人可以預知 誰也不希望自己溫暖的家變成廢墟 甚至傷害到家人 現在騎著每一分每一秒 與其帶著不安和忐忑和時間賽跑 倒不如認真檢視房屋的安全 千萬別和大自然下賭注 Tip的新聞 謝丹慈 何佳陽台北報導 規模7.2的強震威力之驚人 任誰都懼怕 尤其是高架建設呢 這個強震一來影響更是劇烈 我們就來看 上次總重達230噸的北捷文湖縣車廂 當下就被地牛失控的晃動 16噸的遊覽車也突如其來的 像是玩具車一樣被劇烈搖晃 強震來襲 促不齊防 平時的耐震就顯得更加重要 總重達230公噸的北捷文湖縣車廂 被地牛失控的晃動 哦 地震 提頂大道上16公噸的遊覽車 也突然侵入玩具車被劇烈擺盪 堅硬的路燈左右搖 生怕下一秒就被折斷 403規模7.2強震的威力 任誰都懼怕 尤其位處高架建設上 避震一來感受更深刻 受到花蓮403強震的影響 經過嚴密的檢視之後 發現環狀縣共有11處的位移 而位移的距離分別是3.5公分 到92公分不等 目前規劃大概需要一年的時間 才有辦法全數恢復 環狀縣通車四年 遇上臺灣25年以來 發生最強的一次地震 從制高點往下看 環狀縣中原站到板興站之間 嚴重受損 地震來之後除了上下垂直的 這樣的一個上下的狀況下 之後會有左右擺動的時候 它的接合就是靠磐式支撐 來做一個接合 那简粒的錯動之後 就把磐式支撐這個接合處 它就一個简粒的部分 它就產生了破壞 對比同式高架的文湖縣 403地震當下的晃動程度 同樣劇烈 卻毫髮無傷 過去也不曾因為地震受損 就像這一次環狀縣 在中和地區 它的震度就達到五強 非常強的一個震度 那在我們文湖縣這一帶 台北大概都是四級到五弱的階段 捷運工程局澄清 環狀縣和文湖縣的受損 絕非剛垢和混凝土的差異 而是地震強弱 所以當年定的這個 設計地震力的係數是0.18 那這是早期 那現在其實到後來 經過一些地震 譬如說921的變革 那設計地震力也有 都規範上面提升到0.23 甚至到現在的規範是0.24 那以環狀縣的設計就是0.24 文湖縣來講 基本上它在規劃設計的時候 它的困難度相對於環狀縣 是比較簡單的 環狀縣各位都知道 因為它幾乎是貼著民房跑 那能夠施工 或者是說這個 讓底下交通維持的這個 幅度就不是那麼的大 所以結構工程式 土工工程式真的是很困難 鋼構和混凝土結構各有優缺點 環狀縣的建造為了不影響交通 無法使用需要現場 大面積失控的混凝土 最好的選擇就是鋼構 鑄造好直接現場架設 時間也快速 而文湖縣因為陸福廣 因此大部分是以混凝土建造 那在我所手邊是混凝土的這個橋樑 那在右手邊就是剛垢的橋樑 那為什麼在這邊會有做這種差異 主要是因為路口 我們怕影響到交通 所以都在工廠鑄造好 然後到現場透過晚上 吊車吊上去 尤其高架的軌道工程 又比公路更嚴謹 即便是0.1公分的錯位 都可能造成嚴重意外 而台鐵橫跨全台 在建造上也不易 主要差別是在基礎施工的部分 比如說台中地區來講 因為它的地盤比較硬 所以我們要打機裝會比較困難 那這個時候可能就是要用人工下去 在921之後 那一陣設計規範根本 台鐵除了重新為橋樑建檢 2022年也編列預算 進行鐵路橋樑延售補牆規劃設計 經費共5.18億元 當時評估共有17座跨河橋樑屬於高風險 111.918地震 主要是那次是6.8的地震 我們玉里新秀孤蘭新橋 那個時候就受損比較嚴重 我們花蓮因為其實這幾年 也有利用中央的計畫 有做了很多改善 所以其實您可以看到 我們這一次0403地震 其實對橋樑沒有造成什麼損壞 0403花蓮地震來說 我們高鐵全線的橋樑結構都安全能 我們設計上 當地表加速度達到400kg的時候 也就是相當於震度流落的標準 那來確保呢 我橋樑結構體它不會倒塌 防洛橋設計上呢 我們採取的比一般鐵路公路更嚴格的標準 那我們的防洛橋長度有提高了 再提高了20% 高架建設防洛橋的設計更是關鍵 絕不能有一絲墜落的風險 地震來襲的構景和預防也是雙重保護 那駕駛跟行動中心就可以很即時 然後很精準地去掌握這個災害狀況 而且可以很迅速地過來做各種的反應措施 來確保我們列車跟旅客的安全 其實高架建設的結構大同小異 工法主要取決於力學 經濟 使用性還有美觀 那目前我們是依照新的耐震規範 那橋樑可以達到抗七級的一個震度 我們橋樑的建造會依照這個河川的特性 還有一些它橋樑所在的位置 比如說我們沿海的地方比較沿海的 會有受嚴害的部分 我們大概就比較不會採用鋼橋 那可能就是採用混凝土橋 比方說我們到台中烏日 到進台中烏日設站的時候 你可以看見那個垮鏡比較大 它用一個鋼的航架橋 在這個台鐵 高鐵 那甚至一般的公路也是一樣 都有這種問題 所以就是看依我們的這個結構形勢而定 那公路橋樑的這個可變性就更大了 你垮鏡大 你除了用鋼橋之外 你可以用拱橋 你也可以用斜樟橋 你可以用吊橋 那國內的這個鐵路系統 大部分就是頂多就到杭架橋 航架橋採用玉柱的構建 施工比傳統混凝土橋樑快 也適合城市 但缺點則是剛才造價高容易住時 需要高額的保養費 建造橋樑因地質疑 結構選擇也只能是最適合 待地震來襲只要符合小鎮不壞 中鎮可修大鎮不倒就算過關 特別新聞何佳陽 也只能是最適合小鎮可修大鎮 也只能是最適合小鎮可修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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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鎮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同位訪чно 福州 新聞 なる